議員好 處長 我們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第一條 它就是明定 為促進性別地位至實質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 維護人格尊嚴 後持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 環境特制你本法 那在施行細則第十三條呢 有寫到 這個相關課程呢 必須涵蓋情感教育 性教育以及統治教育等課程 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我想請問一下 處長認不認同 這個本法的第一條 以及這樣的施行細則 主長認同 是 處長認同 我想問一下處長 現在認為我們在教學現場所實施的教育 教學是不是會有不適領的問題 不是 不是領 年齡的領 因為在各個教學現場 他們老是在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都是根據教育部的課程 綱要跟課程所定的部分 那也 它沒有一個獨立的課程 它是一種 都是融入式的教學 那依據老師他們個別的經驗 那把性別的觀念融入 讓它達到性別平等的一個目標 因為現在這個東西都是由國教院來審定 那接著在教學現場 老師會依照他們自己的教學方式融入這些教育 那其實呢這幾個東西它非常的重要 因為性別平等教育它其實三大面向 性教育同志教育還有情感教育 它的目的情感教育是要讓我們能夠尊重每一個人身體的自主權以及個人的隱私 性教育主要是要告訴大家讓孩子們認識生理狀況 讓他們保護自己 可是我其實剛剛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想要跟各位說 性侵犯不會因為你的孩子小而放過他 因此早一點讓我們的孩子認識保護自己的方式 認識自己的身體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時呢同志教育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教學的現場的時候 處長認為讓孩子們學習認識同志這樣子不同的性傾向 以及不同的性別氣質會不會讓孩子因此轉變自己的性傾向 國小這個部分 應該性傾向跟他有沒有學習這個是沒有關係 是沒錯我非常認同處長這樣的觀念 在教學現場我們來告訴所有的孩子 性別的光譜是多元的 過去一直以來傳統的教育可能告訴你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 陽剛跟陰柔氣質是非常對立的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在告訴孩子的是 性別的這個傾向他的光譜是多元的 每一個人自己的生理性別心理性別 還有他的性傾向的認定是每一個人狀況是不一樣的 而就像我們在婚姻平權裡面我們在同志議題裡面 這個他的形象彩虹一樣 他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光譜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顏色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色彩 我們在教學現場所展現的這些教學目的是要教導所有的人都能夠尊重平等 尊重多元並且更加包容 所以我們在公投案之後 我相信地方政府可能會面臨到一些不管是家長團體或者是其他的壓力 我希望處長可以繼續堅守 剛才處長也認同我們性別教育平等法所提到的這樣子的精神 我們很希望可以讓孩子們從小就能夠學習這樣多元以及包容的精神 那在這次的這樣子的議題裡面其實我們常常會面對到的是年齡層上面的對立 年輕人大多數是支持的 年齡比較長的一些長輩他可能會對於這些東西有一些疑慮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進行更多的對話 來告訴長輩們其實他們所擔憂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那為什麼年輕人會願意比較支持這樣 我們的性別平等教育 從90年後93年開始到現在 其實已經經過了15年了 那在這個期間所成長的孩子 並不會因為這樣子的教學而導致他們改變他們的性傾向 而反而是在這個期間 性別平等教育的孩子他更能夠尊重以及包容這樣子的多元性別 因此我們非常非常的希望教育處可以堅守 處長剛剛所講的這樣子的立場 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在苗栗縣我們的族群非常多元 我們也希望我們在議題上面的包容跟友善能夠更加的多元 好這是今天的這個部分也非常的開心 處長可以認同這樣的概念 那希望教育處未來可以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議員指教 因為尊重多元本來就是我們在教育場推動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 那因為剛剛您提到的年齡層的部分 那當然是一種傳統教育 就一定俗成的一個傳統的概念 但是要改變並不容易 那總共我們下一代慢慢給他 他們也會影響上一代 以上 謝謝 再次也要跟那個主席報告 蠻感謝我們的藝人同志 包括反對同志的播出戲 聲音很想要一樣 可是我希望不要自民道姓 這是我個人的東西 你可以講的沒關係 那我直接跟鄭文學隊講說 今天 報告處長 今天不是年輕人都很贊同性教育 也不贊同志 我們是多數不是這種情形的一樣 我希望說我們在苗栗教育中 要多數一下一樣 我們針對很多特別的 各位想看看 幼稚園國小教新教做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 現在目前要找到太多東西了 為什麼造成這事 還很多風花 什麼都像年輕人走上現象 以前為什麼會沒有 難道以前就沒有東西 我們不是不尊這種多元化的一樣 我希望教育中 要尊重多數人 不是因為少數人 我們關心他們同樣 就像今天 我不是團隊同志的 可是我的觀點裡面 我認為我就是覺得這不太好 難道不能發揮這種觀點 裡面有情形嗎 每一個有自己的發言人 也有情形 我也希望說教聰明 不是他一堂講說 很多年輕人 書看亞的 昨天那天通過 苗栗才27倍 登記 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登記 證記 疫情結婚有起對 不要說因為少數人影響 現在教育情形一樣 因為現在教育需要做了很多東西 甚至我跟報告處長一樣 今天 我們本身 像剛才我們都提到 只要毒品交易 難道這不要花錢做嗎 甚至很多小朋友 都開始教毒品 因為現在毒品做得很精緻 裡面能像糖果一樣 你不小心都會吃到東西了 我問你是毒品教育重要呢 還性教育重要 所以我希望你要分農情 清楚一樣 不要針對方向錯誤了 再把苗栗線感受很多形象 幸福城市不是說一定要什麼 有同志教育就幸福城市 而什麼 鑄造這裡面的人 他感受到安全實境一樣 請請弄好的 所以我向處長這方法說 你同意我沒有意見 可是呢 我絕對是反對道理 我們從國小開始就教 性交一樣 他懂什麼東西 情形一樣 沒有錯 性機關教學 了解的 清楚一樣 可是並不是因為你叫性教育 他就保護自己 並不是一樣 我理 現在很多被人家 童年也得被性侵了 那他知道願意給他性侵嗎 一定是必要 好不好 先跟處長報告一下 謝謝 那我也簡單回應一下 鄭議員剛剛有提到 前幾天我們在某一個質詢的時候 處長請坐 我們前幾天一個質詢的時候 其實 網路上有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有一些東西播出 那其實 其實秘書長這邊有說到 我們下一個定期會的時候 就會有直播 那其實民意代表 在議會的殿堂裡面 的表現 受到選民的監督 受到人民的監督 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情 我們所有的發言 未來也都會有異事錄 都會有文字記錄 那同時 基於 尊重 而且多元 我們也尊重 鄭議員的 想法 我們也尊重 鄭議員的發言 因為我們都是受過這個 平等 多元 友善的教育的 我們希望在苗栗 我過去在當替代役的時候 是在教育部的替代役 我在某一間國中 當中措替代役 我每天的工作 這個也是跟我們教育處 相關的業務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出去 去找中措的孩子們回來上課 那我這一年的期間 我接觸到非常多的孩子 其中有一個案例 這個孩子的學習狀況 沒有什麼問題 他的家庭狀況 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中措的孩子有很多 其實是家庭狀況出了一些 出了一些狀況 那這個孩子 我去找他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 都不願意到學校來上課 他好幾天沒有來學校上課 那他看起來 身上也沒有什麼傷痕 那家裡狀況也OK 那老師也對 他在學校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問他 我其實跟他聊了 非常非常久 這個孩子才願意對我 敞開心胸 這個孩子 就是一個 性別氣質 比較陰柔的男孩子 他在學校 被同學嘲笑 他在學校 被同學 針對他的性別氣質 來攻擊 而這個樣子的孩子 難道他的權力 跟一般人不一樣嗎 這個孩子 他的教育權 如果在學校這樣的現場 因為受到同裁 的這樣的排擠 或者是受到同裁這樣的欺負 他就損失了教育權 然後公平嗎 那因為他是性別的小數 我們就能夠忽略他嗎 所以我認為 性別平等教育 他之所以重要 就是要教導我們的下一代 教導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能夠尊重 友善 包容所有的人 讓所有的人 能夠以視同仁 就像彩虹的色彩一樣 所有的人 都必須要享有 一樣的權利 拜託教育處 我們這個東西是 性別教育平等法 所明定規定的 未來在教育現場 一定要好好的遵守 一定要把握住這樣的原則 就去讓我們的孩子 接受 完整 而且正確的知識 謝謝 謝謝